六大正规布局 十大邪门布局 一正一邪 金钩炮 好咱们继续 当然用法很多 先看中炮 哪黑方一看都笑了 这是什么意思 你打过来毫无针对性 但是我厉害 空投炮 下面就退炮 扶将军代响 金马一踹 中炮就立不住了 所以他要先退炮 这样黑方就形成抽将之势 下面黑方如果来个响 抽居的话 那你就打枪 然后 杀其 那有一些有可能会说 怎么能这样呢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他如果先进嘛 把这个打枪解除了 那这样他的炮 两边都可以抽居 红方丢局 已经是必然 但是 红方就打这个项 那红方已经盖掉一个局 黑方肯定要抽回来 这是必然 下面平居捉马 那黑方不能干亏啊 他也来捉 那你杀马 他也杀马 但是下面 红方一退居 这样不能动 只能进室 然后呢 就没有了 好 咱们回到节点 那黑方一看 退室不行啊 那就只能进马了 黑方少一个局 抽回来 这是必然 然后出局 形成抽将之势 所以黑方平将 匕首 然后进局一将 打一个顿挫 再进兵 那黑方一看 进兵说明 局势变换 所以出局 下面不敢杀马 因为这边杀起啊 黑方要活这个局 他只能把这个炮赶走 然后可以杀马 就杀吧 进月将 摆进马 下面黑方进室 或者平炮 道理都是一样的 退月将 摆进马 是双将 黑方只能平降 然后呢 然后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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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